好的各位小伙伴 今天咱们继续来讲黑袍纠察队 承接上一期内容所讲 火车头跑到修益老爸家 以老爸作为要挟让修益自投罗网 修益只好硬着头皮回家救老爸 火车头一看修益还真就一个人来了 笑道你都不知道给自己留个后手吗 三枪匹马前来赴约 你这不是作死吗 修益从裤裆里掏出来一只五号化合物 说谁说我没留后手 想要这东西吗 这东西我多得很 你想要的话就先把我老爸放了 这时火车头情绪上头咆哮起来 我女朋友也死了好不好 我杀掉你的女朋友 你就要杀掉我的吗 修益一脸懵逼 请问我哪杀你女朋友了 火车头说是你利用了她 我跟你的区别就是 我无意杀掉了你女朋友 而你是有意为之 你比我更可恶 这声叫唤是因为脏兮兮女孩 突然出现一棍子 打折了火车头的腿 然后俩人就这样把火车头 扔在这跑走了 不是既然已经把人都制服了 为什么不把她带走 反而要把她放五归山呢 这主角脑回路咋想的呀 与此同时 母书也回到家里 赶紧接走了老婆孩子 大家又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 暂时会合 但是这里必然也安全不了多久 为了大家能活下来 部下终于答应再次去找 老情人CIA高管谈判 不搞超人就不搞吧 其他条件先答应了再说 CIA终于出手将这帮人保护了起来 沃特公司这边 超人找上精干女强人 问起了部下老婆的事 精干女强人敷衍他说 只记得当年把人家给辞了 然后就讲十四又述说 今天晚上我有空哦 我们俩可以酣呛淋漓的 那个啥哦 请大家不用大惊小怪 超人一直对精干女强人有所企图 精干女强人也借此来 牵制住超人以便让他听话 这点在剧中出现好几回了 只不过这俩年龄这么大的人的激情戏 实在是不好看 所以我一直没讲 可是往常超人都会抵挡不住诱惑 一旦被拒脸上就有点挂不住 然后超人又找上了 曾经培育他出来的科学家老头 想从他口中得知 关于部下老婆的下落 科学家老头说 当年那女的被你搞大肚子了 可是普通女性的子宫 怎么能承受得住超人的胎儿 于是他在分娩的时候 就被孩子给弄死了 而孩子也被血液给淹死了 说到那儿科学家老头又说 我不应该把你从小在实验室里养大 应该给你正常的家庭 有父爱和母爱 结果你现在长大成人 变得如此暴力 都是我的错 要说这超人脾气还算可以啊 我要是听见谁这么说我 我肯定得跟那个人翻脸啊 紧接着CIA高管找上精干女强人 说你们公司完蛋了 我们现在有足够证据 起诉你们对人类进行 惨无人道的非法改造 我们首先要求你 立即取消超级英雄 加入美国军事系统法案 否则我们将公开指控你们公司 令你们公司身败名列 说到这儿CIA高管接到一通电话 要他去看一段军方发来的监控 从监控看到军队 去剿灭恐怖组织基地的时候 有一个恐怖分子 一使劲就炸毁了整个基地 让所有执行任务的美军都陪葬 然后他本人又安然无恙的 从大火中走了出来 我的天 原来沃特公司不仅仅制造出了超级英雄 竟然还制造出了超级反派 镜头来到CIA这边 他终于再次把安妮约了出来 安妮问你真的是杀害透明人的凶手吗 CIA说这件事说来话长啊 安妮一听这话那就是事咯 所以拘着CIA就想把他扭送到警局自首 CIA说你把我送到警局我就死定了 沃特公司为了掩盖住五号化合物的事 绝对不会给我开口的机会 安妮松开CIA问啥是五号化合物啊 CIA就堂堂堂堂 把五号化合物的事简要的给安妮讲了讲 时间本无超人 是沃特公司给一大批婴儿们注射了五号化合物 才造就了一批变种人出来 安妮难以置信 这么说来连我也是从小被注射了五号化合物咯 CIA说对啊 你以为呢 紧接着一个小红点瞄上了安妮的胸口 砰的一声 安妮被狙击枪积翻在地 原来是布甲又来添乱了 不过还好安妮不会被枪打死 此时警笛响起 修益只好先行离开 后来经过五角大楼研究 CIA不得不撤销了对沃特公司的指控 因为超级反派只能用超级英雄来对付 如果沃特公司倒掉了 那超级反派对这个世界的危害会更大 所以不得已只好以毒攻毒 而现在CIA已无法再保护主角小组及其家人的安全了 CIA高管给布甲打电话说 让大家赶紧逃走吧 万般无奈的布甲只好带着修益驱车来找小组的创始人马洛里寻求帮助 马洛里因为之前报复超英失败 自己的孙子被点到人给点了 所以现在隐居山林不想再掺和这件事 布甲说是你把我引上道的 你不能坐视不管啊 马洛里说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自求夺福吧 布甲说不行 你必须给我指条路 你欠我的 马洛里心说你这货是来碰瓷的吧 得就这一次哈 以后别再来罚我了 所以土口告诉布甲说 超人的弱点就是金干女强人 与此同时小组其成员被抓 而安妮则回到家里 向自己老妈确认自己 是不是从小被注射了五号化合物 老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谁不希望将来自己儿女出人头地呢 你现在就是人生赢家 比普通人少走多少弯路 可安妮才不领情 那安妮也不能把我变成怪物呀 这一切都是你的梦想 不是我的 说完安妮摔门而去 哎 要我说外国人就是矫情 那难道把你生下来 每天过苦哈哈的日子 靠剪菜药为生你就开心了 我妈要是从小把我培养成一个超人 那我得多开心啊 还用得着现在每天靠做视频为生呢 布甲带着修一驱车回去 打门口一过就知道出事了 因为玻璃是新换的 路面上有划痕 布甲根本没停车就静止开走了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呀 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布甲换了个车牌 决定指导黄龙绑架金干女强人去 而修一说不行啊 我们不能抛下战友啊 回去救他们啊 布甲说救毛线呀救 UG宝帅懂不懂 修一听你这人咋这样 怪不得你的战友都不太愿意跟你玩了 个个都被你的谎话坑过不说 人家现在落难了 你还不去救 白白老子也不跟你玩了 我自己去救他们 就这样两人也分道扬镳了 不过修一也没那么傻 没敢单枪匹马去救 而又厚着脸皮去找了安妮 安妮说你还有脸来找我 修一说我战友都被抓了 你若是真想行侠仗义的话 就帮我把他们救出来 安妮说哥文滚 好嘞于是乎修一只得独自一人前去救人 只不过帅不过三秒就被抓了 然后和法兰奇还有母乳关在了一起 好在他留了一手给牙里沾了个区别针 大家打开锁逃了出来 但是还少个脏兮兮女孩 他被关在一间实验室里做活体实验 这也得救 然后大家就跟增援部队火聘了起来 但是这仨人怎么可能是一支部队的对手 很快就被抓住 眼见就要执行枪决了 这时候一束耀眼的光线出现 安妮身着老式战衣出现与敌方开打 干掉军队后 没想到火车头又来凑热闹了 她的腿已经恢复 看我早就说了不要放虎卫山吧 讲道理安妮不是火车头的对手 可是火车头好死不死 突然心脏病发了 修一真是个好人啊 这种时候竟然还想着要救火车头 安妮说你赶紧走吧 这就交给我了 我来救她 OK这边的故事线就结束了 再来说不巧 她直接潜伏进精干女强人家 把人家给绑架了 身上缠满了炸弹 手中还紧握着炸弹遥控器 然后超人果然出现 乌恰说来了老弟 我今天也没别的事 就是想让你痛苦痛苦 弄死你自己在意的人 超人说哥不用你动手 我自己来 说话间超人双眼发力 就烧死了精干女强人 乌恰当时就懵逼了 不过事已至此算了 引爆炸弹一了百了 逛的一声 镜头一切 乌恰从一个后花园里醒来 超人跟她打了声招呼 说回头你再谢我吧 给你看个东西 这时从屋里走出了俩人 一个是Bucha的老婆 一个是超人的儿子 原来超人自己调查了真相 他儿子根本就没有死 所以他痛恨精干女强人 骗了他这么多年 夺走了他的心情 才将之杀死的 超人和儿子俩激光眼对视 Bucha和他老婆也懵逼的看着对方 然后黑袍救察队第一季 就这样结束了 欲知人后事如何 我暂时也给你们分解不了了 坐等第二季吧同学们 我是好师 拜拜喽